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新闻热点午夜重点解读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闻发言人椭振17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 向中外记者介绍了19大的议程及有关情况 好午夜新闻 我们继续来梳理全球资讯 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希洛 17号宣布该武装当天完全控制了极端组织 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 拉卡省位于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接壤 战略位置非常关键 拉卡省的塔布卡空军基地 原本是叙利亚政府在当地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 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 拉卡省被认为是一个亲政府省份 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表声明说 土军16号对伊拉克境内的目标发动了空袭 打死了8名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 军方声明说空袭分别由战斗机和无人机实施 打击目标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渣浦地区 今天全天都在下着大雨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好 午夜新闻我们再来树立国内的重要资讯 16号下午财政部发布了 我国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数据 当地时间16号清晨 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 发生特大抢劫运钞公司案 好 以上就是今天午夜新闻的全面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移动网 下载地址可以搜索央视新闻家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凌晨2点 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移动网 下载地址和搜索央视新闻家